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今天1月26号是澳洲的国庆日 那么澳洲各地都在举行各式各样的烟花秀 多轮比赛以及狂欢派对 那一般来说澳洲民众都会尽情庆祝国庆日 就好像是一个欢乐的嘉年华会一样 但与此同时澳洲多座城市却爆发了游行示威 大批示威者涌入街头 集体反对把1月26号定为澳洲国庆日 并且把它称为是哀悼日 甚至是入侵日 对一个国家来说 国庆日本来就是一个让全国民众能够展现团结 普天同庆的日子 但为什么澳洲民众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呢 这件事我们得要从235年前的历史开始说起了 1788年1月26号 英国第一批舰队正式登陆澳洲 并且建立第一个英国的殖民区 那么此后的数十年 澳洲一直成为英国囚犯的流放地 因此也有这个缘故了 澳洲被戏称为囚犯建立的国家 一直到1901年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 成为英联邦当中的一个独立国家 随着时间流逝 它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 而1月26号也成为了澳洲的建国纪念日 这一天 澳洲各地都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包括会新入籍的移民举行入籍仪式 然而 对于澳洲原住民来说 1月26号却标志着 白人定居者入侵原住民土地 对土著文化破坏的开始 导致许多原住民被迫要强制离开自己的领土 甚至遭到白人杀害 所以他们也将这一天称为是入侵日 Invasion Day 当地原住民认为 这一天不值得庆祝 而是应该践行反思以及哀悼 因此要求更改国庆日期 那过去多年以来 澳洲每一年的国庆日都是庆祝和示威并行的 一部分人认为这一天是庆祝国家历史和成就的时刻 但另一部分的人却认为 这一天是原住民痛苦和受难的开始 如今的1月26号 对澳洲来说 已经是文化分裂以及不和谐的日子 而且争议是越演越烈 那对于是不是要应该修改国庆日的日期呢 澳洲总理安东尼今天表示 政府并未考虑要改变国庆日的日期 但他承诺会举行全民公投 以便在议会设置一个原住民话语权机 The Voice 来争取让原住民在议会的话语权写入宪法 1月26号这天 色彩缤纷的原住民艺术作品 从黎明开始就被投射到 悉尼歌剧院的风帆顶 悉尼海港桥下也停满了大大小小的渡轮 正举行一年一度的渡轮比赛 全国各地一般的澳洲国民都在以各种形式欢庆澳洲国庆日 而当地原住民则在这天举行了古老的烟熏仪式 提醒澳洲民众 原住民才是澳洲故事的根基 澳洲总理安东尼也出席了这项土著文化表演 并承诺会推动承认原住民是澳洲的第一民族 同时也会推动在议会设置原住民之声 澳洲总理表明会推动在宪法中加入原住民的话语权 但澳洲落地今天还是爆发了游行示威 无数人走上街头抗议澳洲国庆日 示威者高举黑红双色的原住民旗帜 认为原住民应得的不仅仅只是议会发言权 而是签订主权条约 澳洲的1月26号到底值不值得庆祝 应该被称为澳洲国庆日还是入庆日呢 针对这个长期存在的争议 独立市场调研公司罗伊摩根 在1月24号发布了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有64%的澳洲人认为 1月26号应该被称为是澳洲国庆日 和一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 2019年的调查显示 有75%的澳洲人支持将国庆日定在今天 支持率是明显下降了 调查还发现 35岁以下的年轻澳洲人 更倾向于将这一天称为入庆日 至于澳洲总理安东尼也承认 在1月26号庆祝国庆 对一些澳洲人来说是很为难的 他说虽然政府不会更改国庆日的日期 不过员工可以自行选择 是不是要在国庆日当天休假 如果员工想要在国庆日这一天上班的话 可以选择另外一天才来休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